有一种球深受世人喜爱 但人们却希望它离得越远越好 处心积虑地打出去 然后又大费周章地寻找 它的表面不满凹洞 但无损人们对它的热情 为了征服它 人们开发出各式各样的球杆 挥杆一击 往着球远远地飞出去 有无比的成就感 这就是高尔夫 我们是国立体育大学 力学与运动技术诊断实验室 专门为优秀运动员 做运动技术诊断 来改善运动表现 高尔夫是一项迷人的运动 让人只要一有机会 就想挥上解干 但高尔夫球可不是这么好控制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球受到干面撞击之后 是会旋转的 从上面看 有时是顺时钟旋转 从上面看 有时是逆时钟 从侧面看 有时会逆着行进方向旋转 叫做后旋 这些旋转舞步 和球场上的表现 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要从球在空中的故事说起 球飞到空中后 会受到重力 升力 和空气阻力的影响 如果没有旋转 球会因为空气阻力 而逐渐减速 最后因为重力 而掉落地面 但如果球击出后产生倒旋 球体会得到一股升力 而延长在空中的时间 至于为什么 这就要谈谈 白努力原理 和马格纳斯效应了 白努力地面 它其实是从能量手核推导出来的 简单的说 它是在指流速高的时候 它的压力就会小 流速小的时候 它就会压力大 那相信大家都可以体验过 就是我们在浇水的时候 它的水管如果是这么粗的时候 它的流速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当你把它压扁的时候 它的截面积变小 它的流速就会变大 那当你放开的时候 流速又恢复变得比较小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管子不同的粗细的地方 开了上方的孔 我们就可以来测量它的压力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当管子比较粗的时候 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的流速比较小 那管子细的时候 它流速小 所以它的压力就大 其实在我们飞机上的飞行呢 也是有这样的应用 你会发现我们机翼在设计的时候呢 它有不同的形状 它在上面 故意会凸起来 那凸起来的那个感觉 就像流线经过它被挤压 就像当你在压水管那个感觉一样 它的流速就变快了 那下面比较平缓 它的流速就比较慢 所以这样的情形就形成了一个压差 所以上面的流速快 它压力小 压力小 然后下面是压力大 那我们知道压力大会往压力小走 所以它的作用力方向就会让它向上 造成飞机可以向上飞行 再来呢就是我们讲到的是 麦格拉斯效应 其实麦格拉斯效应是一个 白努力应用的一个例子 但是它特别不一样的 它指的是说 当你这个物体在这个流体里面呢 它有一个旋转的效果 但是就是因为它这个物体 产生了一个旋转 它的球的两侧 就会形成不同的一个流速 如果这个旋转的方向 是跟流速是相同的 上面这个流线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那下面它的那个 旋转的方向跟流速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它的这个流线呢 就会速度会比较慢 所以就会形成了一个压差 造成了一个力量的偏移 所以这个球就会 产生一个偏向的行为 麦格拉斯效应也能解释 为什么会出现左曲球或右曲球 有时明明朝着直线目标击球 球却飞出偏左或偏右的弧线 啊 那个斜转了 这个啊 你那个球 干面开开了 所以应该斜转了 那你换起来我换一下啊 哇 刚才它的干面是开的 像这样 那现在我们把它放正 像这样 除了极道球时的干面状态 灰干路径也有三种形态 由外而内 由内而外 以及最理想的由内而内 这也是所有球员追求的最佳状态 而不同的灰干路径与干面状态的组合 让球产生不同方向的旋转飞行 如果球经撞击乘逆时中旋转 低压会出现在左侧 高压在右侧 这时马格纳斯利会将自寻的球体 推向低压区 产生左弯的飞行路径 如果球呈顺势中旋转 就会产生右区的飞行路径 一般来说 左区球和右区球都是不正确的灰干路径 还有极道球时的干面状态所造成的 但在球场上会碰到各式各样的状况 若是能适时运用这些路径 很多状况就可迎刃而解 前提是要懂这颗球 我们都知道 球的后旋会增加空中向上的马格纳斯利 提升球的高度 因此设计者为了要让球可以有更高的后旋量 就在球杆盖面上设计许多的沟槽 让球杆撞击到球时 可产生类似齿轮带动旋转的效果 进而产生更高的后旋量 即飞行高度 早期的高尔夫球是没有凹冬的 但用久了总会受损 有些聪明的人发现 受损由凹痕的高尔夫球往往飞的 比没有凹痕的球来得远 因此渐渐出现了 刻意设计表面凹洞的高尔夫球 为什么凹洞会让高尔夫球飞得更远呢 透过风动测试 可以清楚看到球在面对气流时的情形 高尔夫球原本是没有凹洞的 高尔夫球原本是没有凹洞的 那它没有凹洞的时候 其实它飞的是比较近的 后来发现说当我们的球上面有凹洞的时候 它就可以飞比较远 那这样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先从没有凹洞的球来说起 当一个球放在这个流体中 等于在飞行的话 流体等于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它在后面呢 其实会形成一个尾流区 这个尾流区呢 会形成比较低压的情形 那因为这边是低压 这边是高压 我们知道高压会往低压走 所以等于作用力方向是往它反方向走 阻碍了它的前进 那当我们这颗球 上面产生了一些小凹洞的时候呢 会产生什么现象 其实是因为这些小凹洞呢 它上面会形成一个小的 一个很薄的一个稳流区 或者我们会称为绕流区 那这个绕流区的一个作用呢 它会造成说 它到后面的这个尾流区 它的一个分离线 会变得比较后面 那比较后面的意思呢 就代表说 它的一个尾流区变得比较薄 那薄的话 就表示它的压差就没那么大 相对的就是说 它的一个前进的力量 就会不会被阻碍那么多 也就是说它向后的阻力 就也变得比较少 这就是一个利用凹槽 产生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一般高尔夫球 其实大概有300到500个小凹洞 那它的一个凹洞的厚度 其实是非常薄的 大约才0.025公分 那你不要小看这么小的一个凹洞 你却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 可能影响到一半的距离 了解了球如何飞行的特性 是该上场打球了 对很多球友来说 球不过只是消耗品 但若是能多花点心思 选择正确的球 也有助于降低干输 当物体的质量越大 越难改变它的状态 想用球杆推动保龄球 不是容易的事 但却可以轻松推动高尔夫球 在旋转的运动中 物体的转动惯量越大 转动的速度就越小 而高尔夫球不论半径和质量 都小于保龄球 因此转动惯量也小很多 也就造成它转动速度较快 不过高尔夫球看似相同 其实因为结构不同 转动惯量也有差别 质量相同的物体 使心的物体转动惯量会比较小 高尔夫球满驳凹动的外表下 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市面上的话基本上 从两层球到五层球都有 那两层球跟多层球 它的主要差异差别是说 两层球的部分它大多数是距离球 那多层球的话 它就是有所谓的渐进式性能 它在不同的球距 它会有不同的特性 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功效 比如说球心 是针对木杆头开球的时候 它可以带出它的距离 那接下来的每一层 针对不同的球距 比如说长铁杆、短铁杆 到最后的那个最外层 它针对铁杆跟脾气杆 它有特别的效力 比如说可以增加那个 在果林附近的候选量 除了击球感觉之外 一般球有很难察觉 两层球和多层球 到底有什么不同 为了了解球的内部结构 是否真的会对球速与旋转造成影响 实验小组成员要利用雷射分析仪器 来一探究竟 这是美国开发的一个高尔夫 两侧椅叫Golf Achiever 那它的特色就是利用一个L型 里面布满了雷射接收器 那它就会形成了一个雷射的光网 所以当我们的球杆跟球撞击的时候 就在这个区域都可以被侦测得到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到它的针头 以及球的一些相关资料 也就是说针头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针头它的一个灰形的速度 还有它的杆面 还有它的一个灰形的路径 那在球的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知道它球飞行的一个角度 还有球的一个后旋的情形 还有球的一个飞行的距离或者速度 那利用这样子 并包含了它的一个3D模拟的系统 所以当我们在打击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一个飞行的路径 而且也可以看到得到它的一个针头 或者球的一些相关重要的数据 其实高尔夫球里面是有不同的层数的 你可以看到这两颗 其它的层数是不一样的 到底它的层数不一样 会影响球的飞行有什么差别呢 是否层数越高 它一个后旋的情形 或说它的球的旋转的情形 就会越多呢 我们可以透过雷射光的量测系统来得知 经过了我们实验的结果 经过了我们实验的结果 我们会发现说 层数越高的球它的一个后旋 就会越高 也就是它的旋转值就会越多 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球的构造 它基本上来讲 在外面的这一圈呢 会设计的稍微比较软 这个目的是希望在跟球杆撞击的时候 利用球杆面它这个凹槽 可以跟它有比较好的齿轮效应的效果 可以吃得比较进去 然后造成它一个旋转 那球心里面 核心里面要是硬的话 它的好处是说 它的弹性碰撞 会比较不容易有速度的流失 可以比较有高速的飞行 除了材质与结构的不同 高尔夫球还有软硬和核压的差别 那两层之后来讲的话 它的球心相对比较大颗 那它的壳也比较厚一点 通常会比较硬一些 那多层球的话 它的球心会比较小 那它的那个层数比较多 也相对比较软 打感会比较好 也比较好控制 核压是高尔夫球可以承受的棒数 核压数值通常在75到100之间 低核压的球较容易旋转 可以有不错的棋球感 而且较异于控球 高核压的球在距离方面 会有不错的表现 我看来看 我看来看 你要不要打打看 是哦 我看一下哦 这三层球耶 因为我打会太重了 应该吧 我们不要试试看吧 等一下 好 不然我们等一下出外面打 好 走吧 一般球友往往会有疑惑 球的合压是否就是 急球时感觉到的软硬度 基本上如果说压缩度是大概 50到75之间算是比较偏软的球 那75到大概90之间是算中等的 那90以上就是所谓比较硬的球 就是我们一般看到 选手在比较用的球都是属于90以上的 表面材质越软的话 它在我们用挖起杆 它在打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比较强烈的 那个齿轮效应 那会造成它一个比较高的后悬量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说 选手他们在用的那些球 他们都是采用外壳很薄很软的球 那他在用铁杆用短杆 劈起杆打的时候 它产生一个很高的后悬量 那打到果领的时候 我们常看到球就是定点不动 或是还会甚至往后跳个两下 那一般人的话 他们用的球壳比较硬的话 打到果领 球还会往前滚 这个就是外壳跟外壳软硬的 在果领附近的差别 原来光是球的学问就这么大 那么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球呢 一般在市面上我们看到比较多的 就是两层球跟三层球 那两层球跟三层球差异在哪边呢 因为一般的球友我们在高尔夫 打高尔夫的时候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说打得远嘛 一般球友打远就很高兴 那打远呢 可是到了要接近果领的时候 他希望能够停球啊 所以又两难 所以一般两层球 他只设计远跟停球 这两件事 那远的话又牵扯到说 你的力量够不够 有时候力量不够 你去选一个很硬的球 他打得还是不够远 那软的话 如果你力量不够的话 他打得还是比较远一些 所以 他是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法 要配合你打的力道而言 一颗球可以打到球道上面啊 他希望能够 Approach的时候又能够停球 这时候我就建议他买三层球 那三层球的话 他的动作就 打得又可以打得很远 那要停球的时候呢 他因为Approach 他力量没有那么大 所以他可以停球 打到外面那一层 没有压缩到最里面 所以三层球有这个好处 所以对一般球友来讲 破百的左右的时候 你可以选三层球 如果才刚刚在初学者 还是建议你用两层球 会比较 对你的经济效益比较好一点 硬度一百的球 不见得飞得最远 决定距离的重要因素 还有干头速度 毕竟球还是需要球杆灰极才能飞得出去 什么是销式硬度呢 其实它是工业上一种量测材料硬度的方式 它是在材料上放置固定尺寸的圆锥头 并施以固定的力量 以陷入材质的深度来定定硬度的标准 像工程用的安全帽 材料硬度就约在Short D75左右 在高尔夫则以60为区隔软硬球的数值 球能及多元 是否能受控制 除了球员本身的技术 还要看使用什么球杆 许多球友都有这样的经验 由于实在不知道该买什么球杆 所以在销售人员的热情推荐下 买了十下最热门的产品 一般来说 全套的球杆包括 一只开球木杆 两只球道木杆 九只铁杆 一只推杆 和一只劈气杆 拥有全套装备 再加上新球杆 不知不觉会觉得 自己的杆数已经少了许多 如果说这是还能在球场上 遇到具有职业水准的球员 那就太幸运了 球杆除了一用途分为木杆 铁杆 劈气杆 推杆等等 各种类别的球杆 还有不同的杆身长度 杆头底角 杆面斜度 杆面大小和材质 由于球杆不断推陈出新 因此背后已经累积出一套庞杂的血纹 从基本的来说 一只球杆是由杆头 杆身和握把组成 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是 碳纤维杆身和铁杆身 哇 现在大家都用这种碳纤维的杆身啊 对啊 因为它现在比较有弹性 然后又好操控 而且杆身都很多颜色都超可爱的 哦 我以前都带过那个铁杆身 又重又没有弹性 来 我们打打看试试看 碳纤维杆身和铁杆身最大的差别 在于重量和扭力 铁杆身方向控制和振动频率 在挥机上的结果较逸致 因此对于优秀选手来说 较容易施展不同技巧的球路 碳纤维杆身比较轻 而且对振动的吸收性较佳 球杆轻意味着可以提升挥杆速度 但太轻也会导致方向控制性不佳 工程的反應 《 Shipbuilding》 では シャフトの設計について説明します このカーボンシャフトの設計ですけれども まずその設計の要素は重量 それから曲がり方 そしてねじれ方 そして その外景ですね 干身长度也是影响表现的因素之一 球杆太短可能会导致急修点在干头的止步 若是太长的话则导致急修点接近干头根部 只有长度适当的球杆才能将球很扎实地积在干头的中心点 并保持稳定性 我觉得这个球杆对你来讲好像有点太重 又太硬 可能要调一下 是吗 那怎么样才能够找得到适合我的干身呢 曾多德亚运金牌的郑成亮教练 便一头栽进了钻研定制球杆的领域 两个 一般来说 量身定制的专家会以球友的挥杆速度 来调整适合的干身软硬与扭力值 有些厂商以扭力和折点来表示干身弹性 扭力值是指在一定的负重下扭转的程度 在干身上意味着对扭转力量的阻抗值 在高尔夫球杆里面的参数中呢 我们常会听到扭力值这个名词 讲到扭力值呢 其实我们要先讲到一个扭转的一个名词 从这条杆子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放了一个砝码 然后一加重的时候 一样的砝码重 我们会看到球头这边会产生一个横向旋转的一个方向的变形 这就是一个扭转 那通常我们会指说 如果一样的砝码它扭转越多的话 代表它的形变越多 通常我们会讲说它的扭转系数越小 它越容易形变 那这样子到底有什么优点跟缺点呢 在优点的方面 它如果能够产生容易产生形变 等于是储存了它的一个弹性为了的形变 然后再释放出来就相当于像尺这样子 做旋转然后释放它会弹回 就增加了一点速度 那它的缺点是说 那它当然因为有旋转 它的干头就会产生一些变化 它的轨迹我们做过实验 看到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干面 一开始再下来的时候它会close 然后之后再open再close 就改变它的方向 那如果时间没有抓准的话 它有可能它的干面就会有些过度close 或有些不急 就会造成它一个方向的不稳定 那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扭力的变形量 其实在高尔富球领域来讲 他们都会直接说是扭力值 其实它指的就是一个扭力的变形量 只是在简化的术语中 有时候就说扭力的大小 但是这里它不是指一个扭力的力量 也就是牛转单位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点是希望不要混淆 实际来看球翻 有较低扭力值的干身 对于扭力有较高的阻抗 这意味着干身在急球时扭曲较小 相反的 有着较高扭力值的干身 对扭力有较低的阻抗 这意味着干身在急球时扭曲较大 まずゴルファーは一人ずつ スイングのこういうプレーンが異なります また速度も異なりますね つまり打球時にキックして ボールを高く上げてあげることによって 初速が遅くても高い弾道で 遠くへ飛ばすことができる そういうふうになります つまりキックポイントは低いと弾道は高くなって 高い位置にあると弾道は低い弾道になる 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ています 折点则是干身弯折最大的那一点 或干身弹性最大的那一点 一般来说 球杆奇球後 弯曲的转折点 越靠近握把 成为较高转折点 相对越靠近干头 成为较低转折点 有一种说法是 转折点较高的球杆 集中球时造成的弾道较低 球的旋转量比较少 转折点较低时 集中球时的弾道较高 球的旋转量比较多 当我们说球杆比较软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这个球杆当没有力量的时候 会容易产生形变 但它的好处也是 它容易接力死地 就会弹出 就是会出更快的速度 但是因为它容易产生形变 所以它会出去的时候 但它的干面的一个 仰角的角度也会有一些变化 就不容易掌握 所以对球出卖的时候的人员 他想要宁愿选取它的速度 所以他会用球杆比较软的球杆 那对于球数比较高的选手 他可能会用比较硬的球杆 那我们透过高速摄影机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干身的形变是怎么变形的 对于球杆比较软 你会发现在挥杆的时候 在高顶点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曲线的变化 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 它会产生类似像助波 也很像棒球球棒在变形的行为 然后打到球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的球杆的曲线会变成这种抛物线的 然后就会产生了一个折点的现象 然后就会造成它的 球的一个仰角就会更高 也就是说弹道更高的情形 这就是软硬跟折点之间互相影响的情形 维尼圈 李娜这是怎么了 球根啊 不知道打到什么东西 感觉怪怪歪歪的样子 真的喔 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 他会看到一些维修车填在旁边 我们现在过去看看好不好 好可以啊谢谢 来 维修车可说是高尔夫球局的行动医院 这种维修车上不但具备专业仪器 还有专业技师 机动性地为选手维修调整球杆 维修车的一个概念 最早的缘起是在美国的PGA的巡回赛 那最主要的用意的话 是可以帮选手快速的一个更换他的一个球区 现场的器材只要有一些就是联身定做 包括一些球杆的维修 然后球杆的调配 在我记忆里面比较熟悉的球手的话 是月点队的卡尔森 每一年来世界杯的第一件事 他要先做的就是到我们维修车这边 要更换他的窩把 还有一些球杆的措施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敢很测定地说 我们的维修车为它创造美好的杆数 但是我能确定地说 我们的维修车会让它更加稳定 更加正常地发飞 一般就在职业比赛的一些场地 然后业余比赛的一些场地 然后就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球友 然后自己组发的一些商业比赛活动 我们都会去 我们这个攻防车它主要是提供一些握把 干身干头的更换以及调整 然后一些球杆的角度的调整 长度的调整 挥重调整 08年的世界杯的时候 又有一个南非球员 就是萨巴蒂尼 他过来 然后他说他的那个挖起杆打到石头 然后要稍微磨一下 然后我一看到这种情况 就是我上上去的时候 我帮你磨 然后他说他自己来 然后找到一些我们这边工具 他就自己弄了 就是我们会提供然后这些机器啊 然后他们就会上来看哪一台是他所需要的 然后他就会去找 然后他自己去动手做 球杆的干身 皆是由一片钢材或素片碳纤维之布 卷成的 所以在管壁厚度上不完全一致 也亦造成干身受压时的震荡轨迹 而干头的震荡就更明显了 如果干身极线对到干头正面时 就可调整震荡轨迹成一支线 如此可使灰干的力道 与极球面的控制更易发挥 说到球杆的重量 一般球友最先感受到的是由干头、干身与握把所形成的球杆总重量 但是高尔夫专家所重视的重量可不止这些 灰干重量是由干头、干身与握把三者配重所产生的感觉 灰干重量是由干头、干身与握把三者配重所产生的感觉 我们握着这个点就是我们的一个旋转中心 所以当我们在讲灰干重量 其实是在讲灰干一个旋转中心的一个效果 那么灰干重量是如何调配出来的? 好,我现在以两个相同的七二铁的球头 它重量也是一样的 这本身把两只干组装起来 它的水温位是一样的 都是C9多一点点 现在我通过加两克千丁到里面去 它的灰重会变化一格 现在是低0.5了 现在这就是 如果是你干头的长度都定下来了 只能通过握把改正的话 你就是换个比较轻的握把你干头提上去了 如果你要想改正就像刚才一样 在里面加千丁就比较麻烦 通过把是最简单的 或者通过签片的加重 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的 灰干重量的单位是有一个A到F的英文字母 加上一组0到9的数字来表示 如C9或是D0 一般女用球干是C5到C9 男性是D0到D4 脾气干大多在D2到D5之间 接近干头的重量越大 灰干重量就越重 接近握把的配重越重 灰干重量就越轻 我们刚刚测试了有一个晶态的数据跟动态的数据 那最主要的话是要了解你整只球干是不是符合你 那我们从晶态的数据里面 我们了解你手的大小 这个会跟你选择握把的粗细有关系 第二个的话我们测了你的手腕跟地板的高度 这会跟你的球干的长短会有关系 那动态的部分的话 你测了一个灰干速度 还有你的打击板的这个所谓的D板的一个 击球的一个角度 像这样子的话我们从所谓的一个握把的粗细 干身的软硬度 再加上所谓的一个球干的长短 再包含我们球头的一个所谓的赖角的话 我们这样的数据结合起来的话 我们就有办法去帮它做一套 它适合的一个干身 软硬度 重量 包含它的一个击球的一个所谓表现 这样的话会是一个最好的量身定做的一个球局 哦 这一球开得那么远 要给我进砂坑 实在是 换你开啦 诶 你为什么要用三号开球不用一号呢 因为三号木的love angle比较大 它距离就打得比较短 就可以放在砂坑前 那一号木的love angle比较小 它打得比较远 所以你就会打进砂坑 哦 什么是love angle love angle就是所谓的干面斜度 通常是指干头集球面 和地面形成的角度减去90度 开球木干的标准干面斜度为7到12度左右 一般来说 挥杆速度较快的人集球后 球的后悬量较大 球飞行较高 可以选择干面斜度较小的一号木干 利用球飞行的水平速度来增加集球距离 相反的 挥杆速度较慢的人集球后 球的后悬量较小 球飞行较低 应该选用干面斜度较大的球杆 利用球飞行的高度来增加距离 又是沙坑 又是长草 不知道选择什么球杆来打比较好 我们第一个会先看看球位好不好 第二个再用距离来决定要用什么球杆打 是吧 我这里有两支球杆 你们适合看看哪支比较好 那要看你平常喜欢打高球还是打低球 然后你再来做选择 干头形状的差异与重量的分布 目的是为了调整误差容忍度与集球距离 有关高尔夫修所提到误差容忍度 我们必须先介绍一个灌量的概念 或惯性的概念 什么是惯性呢 其实当我们会发现一个人比较重的时候 你要推他很不容易 他产生的一个速度非常的小 如果他是一个质量很轻的时候 我们一推他 你会发现他产生的速度 移动的速度就会比较大 那这是指一个线性运动的状况下 那当旋转呢 我们就会提到一个转动惯尿的这个名词 那这代表的意义 其实跟刚刚所介绍的这个惯性是很相近的 所不同的是 它除了质量也是会影响它的转动惯量 还包括了这个质量离这个旋转中心的一个距离 所以用这个球头我们可以来看 当我们这个球头很大的时候 它的一个转动惯量就会比较大 因为它的质量离它的旋转中心点 也就是它敲击的这个中心点比较远 那就距离就会影响到它的转动惯量更大 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球头设计 现在慢慢变得比较大 所以它的转动惯量比较大 也就是说你撞击的时候 当球撞击到这个面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偏差 它也不容易产生一个旋转的速度 造成它一个角度的一个偏移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误差融入许度的设计 跟转动惯量之间的一个关系 最近のアイアンヘッドで 飛ばしたい設計をするならば フェイスは高強度で薄いもの または軽量で高強度のものをフェイスに使って そしてそれによって得られた重量を バックフェイスにつける または頭側とヒールに配置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完成モーメントの高い 反発の良いヘッドがヘッドになる 今後全て一乱晩とは 2 진짜 それでは стapp Io 2 3 4 3 4 5 то 5 15 13 15 36 6 皮拉攝氏機來測試 這台機器最主要是做反彈係數的測試 反彈係數在英文來講 我們有個簡稱叫做COR 這個東西我簡單來講 就是說這個球呢 如果跟這個地面碰撞的時候 它沒辦法恢復到一般的高度 這個因為有一些空氣阻力 那如果可以恢復到我手上的高度的話 我們稱作1 那你想像如果地板上是一個 一攤泥巴的話 它不就彈不回來了嗎 那樣子的係數是0 那這個USGA 每個高爾夫球公開協會 它就限定這個球頭跟球的碰撞係數呢 是在0.83 它不希望因為你的球頭的關係 使得這個係數提高 使得球可以飛得很遠 讓這個業餘一般的選手 也可以當職業選手一樣 所以它有這樣的限制 那因為有這樣的限制 所以我們需要這樣 後面這樣一台的機器來做測試 球場上每個球動都有不同的長度與狀況 因此才需要許多不同的球桿 而不論前面的表現如何 最後的決勝點還是在國林之上 擺面上的U型線勾為何增加更多的後懸量呢 擋揮擊時球體會產生變形 部分變形的球體會陷入線勾內 形成齒輪效應 U型線勾因為可以強化與球的接觸與帶動 以增加更多的後懸量 降低了比賽難度 故USGA已禁止職業選手使用 只允許之前的V型溝槽設計 推桿的功力被視為成績優劣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一般成績在70桿左右的職業球員 在一場比賽時所使用的推桿次數平均在30桿以下 85桿左右的球友平均推桿次數在35桿左右 而95桿左右的球員推桿次數平均在38桿以上 這些數據證明了 球技越好其推桿次數相對越低 提升叛讀國嶺的能力可以增加進洞的機會 提升叛讀國嶺的能力可以增加進洞的機會 你們在看什麼看那麼久 我們在看這個國嶺的坡度啊 因為假如說它都是平平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推進洞 可是現在國嶺每個都有設計不同的坡度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這個球位啊 右邊比較高我們就要往右邊打 它才會這樣轉進去 喔 是喔 對啊 我現在來推一個 國嶺草種 長度 草紋的流向 草地的乾濕度 以及地形坡度 都是影響推桿路徑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在球滾動的後半段 因為球速減弱 草紋對推桿路徑的影響更勝於國嶺傾斜度 推桿式球場中使用次數最多的球桿 款式和形狀也最五花八門 也乾頭形式而言就有刀背式 錘頭式 紙根配重式等 刀背式乾頭是傳統的設計 錘頭式乾頭的特點是重量分配平均 紙根配重式乾頭是目前球場最常見的推桿 即使用次數目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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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なことは何か それは重心の位置をどこに置くかというのと この重量物の分布ですね 完成モーメントを高めるというのが パターンの開発 パターンの設計では非常に重要とされています つまりパターンのヘッドは 段々完成モーメントが大きくなって 打球の時の打点のズレを補正してくれるというのと また長くなってストロークがしやす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 発展をしてきているんです 我曾經用過三角形的推桿 現在是用基本款 然後因為之前用三角形的推桿 我覺得瞄準上會有很多誤差 那我現在換回來基本款 我覺得瞄準的時候 變得輕鬆許多 那我對於國嶺速度的不同呢 我不會換推桿 我只會就是多練習 然後適應它 所以我現在都堅持用基本款 我用過小烏龜 就是半圓形的推桿 然後也用 現在用的是傳統式的推桿 我會因為國嶺不同 然後選不同的推桿 就是因為我覺得半圓形的推桿 感覺好像 比較會 球推起來比較會滾動 所以如果像在台灣比賽的話 國嶺很慢 我就會使用小烏龜 然後如果像去國外的話 比較快我就會 選擇傳統式的推桿 高爾夫是一項堅決健身、社交與思考的運動 在球場上除了思考如何解決各種障礙與困難 如何結合高科技 有效使用各種球桿 以發揮最佳的效能 提升球場上的表現 也是需要不斷思考的問題 這也正是高爾夫迷人的原因 為了不可思考的 看起來 為了不可思考的 看起來 以為很愛的 背景 成功 會不會 成功 發展 成功 有效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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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